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关于美国的宪战危机 我看到太多的人表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可以这样说吧 票数已经出来了 对川普不利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选票上面的问题 一直是川普再三强调的 眼见着美国政治好像要进入 有法律 有法庭来采取谁当总统 川普的任期还有多久呢 是吧 又是多天吗 接下来会看到什么 实际上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看到有一些人在提议 如同当年的北美一样 在选择保皇还是独立的时候 分出了美国和加拿大 今天有人提出 能不能搞两个总统 实行分支 看了这个提议确实让人大吃一惊 遭遇到现代危机的时候 要靠这种起思妙想来解决吗 这是政治问题 不是老金急转案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尊重美国的制度 不要老是帮别人去做主 我们都知道提出这种建议的往往是公民 他们有足够的言论自由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当然是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前两天呢 我开过一个玩笑 我说不怕拜登当选 就怕拜登宣誓就职以后老年痴呆了 那么贺锦丽上 大家看过副总统之间的 这种辩论 可以说彭斯是一个专业的政治家 而贺锦丽更像一个专业的娱乐明星 但没办法 制度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走到 全民意志不愿意颠覆美国 政体的这种状况下 很可能走不到 法庭裁局 那么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 靠选票上台 无论他增加 上台以后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看到一个 带兴总统职务的吕总统 白宫安保人员 后勤人员 对他最大的担心 不是怕有人刺杀他 而是当他抓着一个比较性感的话筒的时候 演说的过程中 有可能就会傻呵呵的笑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走到法庭程序 但时间不一定来得及 真走到这一步 那就是鱼死网破了 对专业的政治家来说 他的政策是可以预测的 至少是大部分政策是可以预测的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 如果说拜登上 对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有改变 他有没有可能团结住一批经营 如同今天我们看到的 蓬佩奥身边 对华之根之底的 源自于中国的 余茂春先生这样的智朗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拜登如果组建一个班底 完全是克林顿奥巴马时期的班底 可以说是非常成熟 华盛顿在这一块上 应该始终没有多大的问题 几十年来 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精英管理模式 即便总统闹得在嗨 对美国的国策影响不会太大 整个两党政治在精英圈中 其实 对川普这样不可捉摸的领导人 应该来说是哭笑不得的 我们都知道 共和党参议员已经发出了声明 他们坚决地捍卫 川普的做法 号称每一步都跟他在一起 但这些问题 真的能躲到实处吗 可以说对 全球化过程中 美国政坛所遭遇到的问题 要是想一锅端的话 没有几个人 屁股上是干净的 这也就意味着 拜登上的可能始终是有的 不要那么乐观 但无论谁上 对华政策的调整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因为好不容易 才形成了两党一致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现在完全把它抛开 再重新梳理一遍 这需要实践 我们看到今天 已经开始有一些媒体转向 包括美国之音 开始正面报道 中国十月份 净出口 双增长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欧洲许多国家 重新进入封闭状态 全球市场需要的制造业的补给 在这一时刻 出现了一个大窟窿 那么来自于中国的这些商品 是不是能够长久的保持强劲的增长 这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增长的同时会带动进口 如同人们早年开的玩笑一样 韩国每出口100美元 需要从日本进口96美元 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中国对外出口 它首要的因素 不是已经成熟的生产链 生产线上的公认 良品率 而是 它有很多东西 事实上是依赖 西方对它的出口 然后 它在利用它的低人权 利用它已经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 培养出来的 这些生产链 低价快速 向西方出口 可以明确的说 这一进程 曾经被终止过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企业 正在按部就班的撤离 你现在要重新打乱 重新安排 这个事件是相当漫长的 所以拜登即便执政 也不会有大的转弯 至少短时间内 你看不到 但是缓和的迹象 已经开始出现了 总有一些 哪怕是美国政府 拨款的媒体 也在给我们展示 传销好掉头的 这种架势 看上去让人们 非常伤感 但事实上 国际政治就是这样 充满了变数 而且 他一直告诉你 大的框架不变 小的调整 每天都在进行 我们期待一个 不破坏美国政体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 目前看到的希望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都在认为 川普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但是他在挑战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毕竟不是汤姆克罗斯 他在对抗的 事实上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手脚不干净的人 这些人已经 占据重要岗位太久的时间了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曾经犯下的错 那么他们就只能掐死一个 桀骜不驯的川普 他们要把一切 回到原先的轨道上 这个轨道并不是对华友好 而是保持继续的 哪怕一个表面上的和平 让已经在中国获利的公司 扩大他们的获利 让准备向其他国家 转移生产链的这些企业 即便不停止转移 但是也希望能够 有更多的机会 去做他们原先规划中 可以慢条思理的 去做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不愿意 见到这种现象 但没有人能保证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可以说 每一个所谓的摇摆州 开始变难 都有很多人在提意见 美国即将举行的这种 群体性的集会 游行 支持川普的 要求对选票进行 重新审理 重新 点算的这种呼声 越来越强了 最近几天都会有这样的游行 各个城市都会有 但事实上人们知道 我们原先 所期待的 法律上的成果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在美国 符合法定程序的调查 它需要太久的时间 不可能 在这几十天之内完成 那么人们就不得不 面对一个问题 是制造 或者保持一个 长久的宪政危机 来拉低美国 在国际上的声誉 还是用相对变通的办法 我看到有很多人 在对应 四年前 希拉里投降认数 即便他获得的选票比较多 他只是丢失了选举人票 而且相差并不大 有许多人在期待 川普也能猜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不太会这样 那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呢 彻查 在选举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查清楚 类似于像政变一样 因为选票的问题 而导致的 民意反应过程中 舞弊现象 时间够不够呢 美国政台 能不能找到一个 相对合理的办法 在快速有效地 解决这些问题呢 应该来说 整个世界都在关注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段子 他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 四幅照片 拼起来的 他说 台湾人 我们选总统当天就知道 投票的当天就知道 习胖呢 习胖是今天投票 昨天就知道结果 因为他们事先开过会了 做了决定的 投票只是走个过场 朝鲜的三胖就不一样了 是吧 谁当领袖 我们早就知道 因为你没有任何选举的可能 美国今天给我们看到的 就比较蹊跷了 今天投票 什么时候冷出结果 谁都不知道 这就是今天 人们遭遇到的一种怪现象 可能说 之前没有先例 今后也很难 复制这样的状况 这是一个在野党 发动的政变 执政党 指责在野党 在选举的过程中 进行舞弊 好像他们还成功了 看来这种现象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哭笑不得 其实民主就是这样 它充满了变数 而且 当你要是遵循规则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正义从来就不在 技巧反而更为重要 今后可能会有增强 是吧 但也有可能 不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只知道一点 今天的美国 跟人们印象中的 已经大不相同了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